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由中国自行研制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2020年中开通是全球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 早前发布的2022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就显示 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的产值 达到4,690亿元 北斗正和新一代的通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等新技术加速融合 在十四五规划下 中国将会进一步利用北斗发展能源、通讯、金融、民航、交通等等各个重点行业 实验北斗应用服务的市场化发展 我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北斗导航系统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 在2000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 然后在2012年的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 面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 最后在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系统 向全球提供服务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由30伙卫星组成 包括三伙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三伙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以及24伙中原地球轨道卫星 通过星间连路 即是卫星和卫星之间的连接 解决全球组网需要全球包站的问题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院卸洩 杨长峰说建设北斗系统的目的 就是要让航天技术走进千家万户 服务百姓生活 北斗三号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 在交通运输、救灾、减灾、 农林渔木业等多个行业 以及电力、通讯5G基础设施等领域 实现深度应用 目前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有采用北斗 下一步计划是到2035年以北斗系统为核心建设完善 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体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充分肯定北斗系统 对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 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2年上半年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营收水平 和应利能力不断提升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包括上游基础器件、中游中端、系统集成 和下游营运服务等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 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科技实力 和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 相信未来两三年 伴随数字中国的应用 人类的科技必然迎来创新、革新的新局面